果香白肉 一鍋到底 就是 就是很香 找不到形容 小舟室 小心 小舟室 995 小舟室 小舟室 可以教我吃好吃的蒜泥白肉嗎 拜託995995 好啊 拜託 保證學生會的大廚菜 我來 我來 這這麼簡單 我跟你講 蒜泥白肉我現在不留情 我教你比蒜泥白肉更好吃 升級版 好吧 那就你做吧 歡迎收看小舟室995個單元 話說這個蒜泥白肉呢 如何吃到一個進階版 今天呢 我們要教大家呢 吃一個很好吃的果香白肉 進階版 好不好 更正點 唉唷 好 我教你的態度 來 首先呢 我們要先處理我們的豬肉 做一個搓動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先調一個醬 因為果香白肉 其實我們現在要搭配另外一個 就是跟他吃起來酸酸甜甜 因為畢竟今天太熱了 我們希望吃一個更清爽 而且舒服的味道 好 我們今天香菜末 辣椒 薑末 白醋 糖 醬油 最後呢 再加上水 再把它挑勻 其實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呢 我就要介紹我今天小幫手 這個呢 看起來呢 像個一般的鍋子 是不是 但它不是一般的鍋子 它其實中間是空心的 而且它只有五層那種 鋁 然後 不鏽鋼 然後就是只有五層 它為什麼這樣設計呢 其實這樣一來呢 它可以讓那個熱能的蓄積的效果 是更好的 再加上蓋子 它就很像什麼 它就很像一般的一鍋 欸 你怎麼知道 對 有 我不知道 就是這個概念啦 就是那個 對 就是這個概念 真的很好用 我們今天呢 就不用像傳統一樣 還要煮一鍋水 影片就一次搞定它給大家看 一鍋豆 一鍋豆 這是我們剛剛的花肉 我們今天也教大家一個 不太一樣的煮法 這兩個東西呢 它下來一起煮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帶一種清香 你吃起來你的肉呢 就會很香 然後就是 就是很香 找不到形容器喔 這邊準備米酒 鹽 來 我們就把水呢 你就加到呢 剛好醃到食材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蓋起來 好的 那現在呢 你看喔 煮到鍋邊開始冒煙了 就是它那個熱的壓力已經夠大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把我們這邊打轉開 然後這時候呢 我轉小火 那 同學告訴大家說 如果說這時候 有時候你煮一煮 想說到底想看一下 肉怎麼樣 你也可以隨時打開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讓它逼個30分鐘 然後我們就關火 然後再把這個轉起來 然後再燜 煮了30分鐘 又燜了10分鐘之後 到底它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哇 哇 你看喔 它這個肉這個熟度是剛剛好 然後呢 而且這個肉呢 因為我們整個是燜的煮 所以它的水分 其實也都還在 我們今天現煮 這時候吃一片 然後搭上我們的柳橙皮 一起特殊的醬汁 哇 請客夾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 是 好不好 這個每次都是我吃呢 這個不做算 這麼愛吃肉 來來來 我們歡迎我們這位 還有我 哈哈 這個我問你是不是 哇 那你帶個盤子進來幹嘛 對 它那個酒球好搭喔 潛力 它很像酸酸的甜點 就不會很油 跟醬汁打起來 這個你要算是 我跑啊 好不好 你看 就是很簡單的做法 火象白肉 不是蒜泥白肉 升級版 希望大家學起來喔 就這兩樣東西 青草 香菜啦 好喝 因為這個蒜泥 對不起就是蒜泥 你幹嘛 差點 剪掉